下年整個成熟市場我就覺得偏淡一點 因為說真的你想想加息最終目標是什麼 加息他想壓低通脹 壓低通脹的逼經的路徑就是 他要去摧毀終端的需求 一摧毀終端的需求 剛才我們說的一個貨幣循環就一定會來 以及人工薪酬的增加就一定會降低 或者甚至是出現一個負增長 我們去看現在全球這麼多發達國家裡面 去看人工增長的速度 其實美國始終都是領先的 那它的減循 就是人工增長的減循 的確是有一個減循下降的下來 但是都是在每年5%流上 而你去對比回澳洲或者紐西蘭 這些二層發達國家 那他們的人工增速呢 澳洲是最低的 所以年頭2%左右 年尾差不多2.8% 紐西蘭就高一些的 3%至3.8% 所以你見到其實澳洲和紐西蘭之間 那個加息的路線圖 或者是那個態度都不是很一樣 但是如果用這種邏輯 就是說人工增幅在央行去看 壓不壓制度通脹的一個最重要的指標的話 你就會發現其實美國聯署那邊 如果它要壓低通脹 它真的好像 就像鮑威爾所說的一樣 它還是有一段很長的時間要走 還有這個我們都是沒有計算那個經濟衰退的風險 因為現在去看 就是已經發生了很長的一段時間 就是兩年十年了 那倒掛的程度就是1981年以來最厲害的 那這個已經持續了接近一個月的時間 就不能說再去忽視它 或者是把它放在一個中期選舉的其中一個特色 那我們就猜它下年應該怎麼都會去一個 可能比較短暫一點時間去衰退的 那你加上經濟的衰退、盈利的衰退 人工增長的一個下降 那其實我們就看美股那邊 就看得不是說特別這樣樂觀